埃及时灾 黑暗之灾 亲爱的小朋友 当我们听见法老的故事之后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是一个不守信用 说话出尔反尔的人呢 知道吗 当上帝在粉碎埃及人的硬心及反抗之前 他给了一个最后的警告 后来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天伸出你的手杖 我要使埃及全地变为黑暗 这黑暗要深深地溶罩大地 山天之久 小朋友 以前的人类居住的环境是没有电力的 没有电力加上没有光线 那么漆黑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哦 哎呦 天怎么暗了起来 爹地妈咪 你在哪里啊 孩子啊 孩子 妈咪来了 老公啊 这怎么回事啊 哎呀 又是那个摩西搞得贵 整得我们身不如屎啊 千万不要出门啊 好好的待在家里啊 出门去哪儿 连出个房门都看不见 还能出去啊 点个灯吧 点个灯吧 哎呦 终于莫到了 哎呀 啥事都不能做 这黑暗的日子要到什么时候啊 圣经记载说 山天之久 人不能相见 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 古时候的埃及啊 在燃到极为短缺的时候 黑暗就任由黑暗了 但这次的黑暗却一连达了山天之久 人心自然恍恍不安了 埃及宗教术有精灵之说 精灵是在黑暗中活动的 所以因为没有燃料 人不但不敢离开本处 他们更害怕精灵 精灵使他们不敢活动 不敢出门 更重要的是 埃及人数来有敬拜太阳神 现在日光被遮蔽了 表示他们的神也战败了 这个意义还非比寻常呢 奇妙的是啊 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耶 这亮光并不是因为 以色列人有现代的设备 也不是因为他们惯用燃料点灯 乃是因为上帝使他们跟埃及人不同 把他们分别出来 使他们有亮光可以生活 另外在王宫里 法老有人赐后 他呀 命令 大臣把灯都点亮了 不过不过就算室内 不过就算室内 那微弱的灯光也没有办法照亮全王宫的哦 全国上下就这样子停摆了 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做买卖 他们陷入了黑暗里 哼 什么事都不能处理 这黑暗的日子要到什么时候 真的太可恶了 来人啊 去 再把摩西给我找来 当摩西来到法老面前 法老直接了当地说 好了好了 摩西 够了够了 我让你们去侍奉你们的耶和华吧 只要你们的羊群 牛群都留下来 法老在荒急中 赶忙地招了摩西来 再一次的浪布 甚至容许以色列的一切人都可以出去 唯独留下牛群羊群做抵押品 法老希望以色列人去旷野之后可以再回来 因此把他们的产业 也就是他们的牲畜留了下来 往上不行啊 我们的牲畜一个也不能留 我们要带着去旷野献给上帝 我们要从其中取出 侍奉我们的上帝耶和华 我们还没到那里啊 还不知道哪一些牲畜 可以用来敬拜耶和华上帝呢 法老的心越来越刚硬 他并没有因为上帝的作为而改变 他生气地说 什么 你的要求太过分了 不可以 摩西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马上给我滚出我的王公 不过啊 你千万小心点 不要再让我看见你了 不要再让我看见你了 只要下次我看到你的时空 你的命就活不了了 我一定要取你的性命 我不会让你出我们埃及一步的 王上 你说的好 我的确不会再来见你的面了 今后也不会再来求你了 你们给我滚 然后摩西就气冲冲地离开了 法老王公去了 他知道法老的心太刚硬了 经过了这么多的灾难 却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肠 这的确是令人难过 亲爱的小朋友 一个领袖如果不能为国家做周详的思考 及决策 那么百姓就很难信靠他了 法老不能止住自己的怒气 也不能为百姓谋福利 百姓当然过着痛苦的日子 回头看看摩西 当上帝呼召他回埃及的时候 他是不是很胆怯呢 但是在埃及法老王面前 他却成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领袖 他努力以赴地争取以色列百姓的自由 奋不顾身 更不怕得罪法老王 更重要的是他谦卑顺服上帝的命令 他有上帝赐给他的信心及勇气 好小朋友 现在把你的手合起来 眼睛闭上 跟底伯拉牧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当我看见法老的顽固及志士的时候 我心里也很难过 因为天父你一直给他机会 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失信 求圣灵帮助我 使我常常顺服及依靠你 帮助我成为一个刚强勇敢的人 帮助我成为一个守信用的人 孩子祷告 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